我王世堅如果我引用媒體的數字是錯誤的 那我願意向社會大眾說抱歉 因為新竹市政府提供的數字是有誤差的 但是我要道歉說明的對象是非1450 非網軍非名嘴非側翼的社會大眾 這些側翼網軍名嘴1450沒有資格要王世堅道歉 議員昨天這個新竹棒球場的數字好像是有一點點問題嗎 你怎麼看 是這樣 我是引用媒體報導 由新竹市政府提供給媒體的數字 那新竹市政府當時提供給媒體 媒體也報導的確實是已經領了11億7千換 97.5%那我根據這個部分 以我所知的工程的知識而言非常清楚 如果在沒有驗收之前就給付了97.5% 那不管任何工程合約采購計約 這都是違法的 這要立刻把這個主管機關誰承辦的 誰最後授權蓋章的 這都一定要法辦 這非常清楚的 最後的查驗 驗收還沒完成之前 至少要保留10%以及末期計價款 那當然我昨天是這麼講 那我引用的數字是根據媒體報導 那新竹市政府提供的數字 那當然這個數字如果今天新竹市政府 有重新更正了 他們也提出抱歉 那當然我向非1450 非網軍 非名嘴的社會大眾致歉 因為我是聽媒體報導 而且提供數字的又是新竹市政府 那如果連我們政府提供的數字 媒體都報導了 這樣的數字也不能引用的話 那乾脆就什麼事都不要評論了 所以我是基於這一點 我才會說那林志堅 他竟然還跳出來說這個他監工 那你監工之下你怎麼讓 還沒驗收的工程 就已經去支付了97.5%的工程款 那這當然我說那這個嚴重的違法 這當然要查辦啊 那當然他們查辦這件事情 有啦從去年7月還沒驗收 就已經減產而且開放來打球 所以導致林哲軒受傷 到現在已經半年的時間 那還在驗收 所以這樣的驗收效率是很低的啦 但是有一項效率很高 我昨天一講錯 那所有的1450網軍 側翼名嘴都暴動 也一堆電話淹沒我的服務處 跟我的研究室 然後今天早上也趕快 又一篇他們新竹市的黨部 效率很快 這個要開除王世堅黨籍 這個效率是真的很高 我引用的數字 我還是引用新竹市政府 跟媒體報導所講的數字 這個數字不是我瞎編的嘛 這是他們他們報的數字 好 那現在 好 現在數字 新竹市政府更改啦 更改是領多少 領9億5400萬是88.345% 88.345% 跟你最多不能超過90% 是差不到2%耶 啊 即便97.5%跟88.34% 欸 五十步效一百步就對了 我王世堅 如果我引用媒體的數字是錯誤的 那我願意向社會大眾說啊 抱歉 因為新竹市政府提供的數字 是有誤差的 但是 我要道歉說明的對象 是非1450 非網軍 非名嘴 非側翼的社會大眾 喔 這些側翼 網軍 名嘴 1450 沒有資格要王世堅道歉嘛 而不是說 趕快叫這些側翼 趕快叫一群太監你一些案子說 王世堅開除黨籍 我被你開除黨籍又怎樣 我坦然接受我 你有提案 請黨部 他們依法斟酌辦理 我王世堅絕對不去抗辯 我不去抗辯 我沒那麼衰啦 我跟高翁安從來不認識啦 我跟他只見過一次面在什麼 在東山某個節目那幾年前的事情耶 我就跟他見過一次面 沒有任何的交情 民眾黨 當時八年前我們民進黨 跟柯文哲合作 選市長 我盡了非常大的力氣 但是柯文哲當上市長以後 第一個發現柯文哲惡劣的是我王世堅 民進黨裡面第一個柯文哲 永遠的柯文哲就是王世堅